你洗了吗 哎 对了 我今天得快点 我晚上约了小姐妹吃饭呢 女孩一边念叨着 一边将自己爬拉了个干净 望着女孩曼妙的身姿 老林顿时就没了兴致 随便塞了张诗园大钞当车费 就自顾自的潇洒离开了 这是那会的北京 繁华急促且有点奢靡 足一点累 男们的臭脚丫子 被姑娘们拍得啪啪坐下 他们用着巧劲 反复地揉搓着眼前这一处处油黑的皮肤 干着买卖的 猪打就是个不嫌脏不嫌累 老林是这儿的老板 而苹果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员工 眼看一些不老实的顾客 脚都对到人脸上来了 可为了那么点小费 苹果还是得赔下 下班后 苹果拎着刚买来的菜便往家去了 这是一处几十平方的小破房 此刻的丈夫大为正哼着小曲吃着饺子 苹果见状也有些嘴馋 连忙往自个嘴里也塞了一个 两人是来着北漂的小夫妻 苹果是洗脚工 大为是保洁工 平日里各忙各地赚钱 也就晚上偷闲的时候 能一同挤在浴室里洗个苹果 尝个两口 这天苹果照常在足疗馆 而平日里玩得最好的小妹 却不小心闯祸 因为某个不要脸的顾客 摸了她两把 她竟然硬生生削下人半个指甲 这时可把老林给气坏了 比起小妹 她显然更在意自己的顾客 于是不管一旁的苹果如何求情 老林还是不假思索地解雇了小妹 事情既然已成定居 俩姑娘也没了法子 只能约着在酒馆喝点小酒 边喝呢 还能憋骂骂这个晦气的城市 这些个晦气的顾客 可转眼间苹果就喝上它了 等回到足疗馆的时候 走路都带着飘了 苹果跌跌撞撞地找了个空房间倒震 哪知这喝醉了就是没边 本就生得风情万重 一关不整后更是瞧着了你 这可把路过的老林给馋坏了 忍不住就偷吃了口苹果 起初苹果还沉浸在酒精里 将老林荡成了大为 之后猛然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离了闲的剑就收不回了 然而好巧不巧 这一幕恰好就给窗外擦玻璃的大为瞧见 望着别的男人偷吃自个老婆 这谁顶得住啊 于是大为当即就跑来足疗馆 直接就想给老林点颜色看看 还得是保安来了 才总算把这两人给分开了 回到家后 苹果眼圈泛红地坐在桌边 眼人已经跟大为闹过一波了 瞧见一旁的大为默不作声 苹果直接声扑上去啃咬了一番 直到大为将老林做的那档子瘦 在苹果身上又实践了一番 这两人才算是勉强和好了 不过到底是苹果吃了亏 大为也不想由此放人不理 反正这事情既然发生了 也回不去了 不如借此捞点好处 于是大为直接找到了老林的老婆红一 开口是两万 红一一听这消息当场就炸了 可他也不傻 到底是公母一窝 老林也不是头一回犯魂了 俗话说得好 男人要是不慌 就像狗突然不吃屎了一样 红一显然怎么着都不会把钱给大为的 不过他能从别的地方补偿他 不如就律回来 于是这两人还真激情了一把 可毕竟红一年纪也挺大的了 尝起来跟年轻貌美的苹果 那滋味真就是天壤之比 所以大为非但没觉得占了便宜 反倒心里更加不舒服了 而另一头 红一也没打算就这么放过老林 干脆就开门见山 直接跟老林挑明说了 老林这一听开始还打着马虎眼 后面倒也不装了 可他那副吃了详的模样 真给红一整笑了 但这事还真就没完留 近几天苹果总觉得浑身无力 干啥都不得尽 本来还抱有些怀疑的态度 可回家这么一侧 居然还真怀上 想想近些天发生的事情 这娃是谁的 一时间真说不清了 大为起初是不想要的 可瞧着苹果眼底的泪光 心还是软了 到了隔天 大为再度找到了老林 老林一听这消息 嘴上虽是没说啥好听的 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由于红一天生不能生育 两人结婚多年也无半个子嗣 现如今老林对着孩子那是期待满满 于是老林连忙找到大为约法三章 根据血型推算 这孩子若是必行血 那就是老林的仔 若是也行血 则是大为的仔 但如果是有行血 两人就带着孩子去做个亲子鉴定 反正只要这仔是老林的 他就愿意付给苹果和大为十万块钱 就算是买这个亲生骨肉 大为听到钱的事情 心情自然大好 可另一边 红一的心里可就不痛快了 虽说老林保证了苹果不会上位 自己会成为这孩子唯一的妈 但红一依旧是心里发动 毕竟替别人养娃就是件糟心事 何况只要苹果在一天 就有可能会闹出点幺蛾子 不过关于孩子的事情 他一直都属于李亏的那一方 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肚子从未争气过 所以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红一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很快老林拟好了协议 找来了苹果和大为签子 也是从这时起 四个本没什么瓜葛的人 突然被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孩子是谁 这显然还说不准 可老林却总觉得自己势在必须 连带着对苹果都尤为上心 不但在足义馆不让苹果过于活动 就连苹果下了班 老林都跑到他和大为的小家来 不仅提着大袋小袋的补品 还对两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总之这老林巴巴巴巴地一顿下来 听得大为脸都热了 从那天起老林就成了苹果家的常客 三天两头地拎着大普的玩意送来 闲来无事的时候还浮在苹果的肚子上 听听胎儿的动静 就连大为这个男主人 都被老林赶到了沙发上睡 面对整日光顾苹果家的老林 红衣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可又有什么法子 老林为了有个儿子 一天天地烧香拜佛别提多迷下来 为了缓解内心的烦恋 红衣再度找到了大为 一来一回的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了 在一生痛彻心扉的嘶吼后 苹果的孩子诞生了 不负重望 苹果生了个大胖小子 可令人意外的是 这孩子竟然不是老林的 而是大为亲生的 纳衣的大为满脑子都是十万块钱 乔剑出生报告上的血型心慌得很 连忙找上了医生 希望对方行个方便 这种有唯一德的事情 一般情况下 医生都是不愿意做的 但如果有那么点小钞票的话 那就是二班情况 总之等到老林来看的时候 这孩子还就真成他的了 根据几人先前协议上说好的 生完孩子以后 老林需要支付给两夫妻十万元 而苹果则需要在老林家 记住半年给孩子喂他 于是他以保姆的名义 在老林和红衣的豪宅里住了下来 有了孩子后 老林大张旗鼓地在家大摆沿袭 恨不得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 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林干脆连班都不去上 整天就在家陪着孩子和苹果 由于苹果很快带入了母亲的角色 所以跟老林一同哄着孩子的时候 看上去倒还真挺像一家人 一旁的大为看在眼底 恨在心底 虽然拿了钱 但这心里的错位是越发掩不住了 而红衣则是见怪不怪 你走吧 这是屋子里啊 连我的爱眼了 别说你啊 阴阳怪气后 红衣还真带着大为走了 两人车开了半路 突然就被一个打扮得 花枝招展的小丫头给拦住了 定睛一看 这不是先前苹果的好姐妹小妹吗 也不是发生了什么 小妹早没了先前的天真模样 龙庄叶某的样子竟显俗起 她同大为喝了几杯便再度消失了 而此刻苹果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毕竟寄人里一下处处要看人眼色 平日里洗澡的时候 老林总要拿个镜子站在门前 好好窥探一番苹果的身姿 而红衣说不得老林 便把这一肚子的气 统统撒在了苹果身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大为再也耐不住心头积压已久的极度 他找到了苹果 将孩子的真实情况告诉了他 得知真相的苹果万分恼火 他没想到这男人竟爱财至此 甚至连老婆孩子都搭了进去 可现如今大为后悔了 那到手的钱顿时就不香了 他又想要孩子 想要孩子和苹果回到他的身边 想要带着他们远走高飞 可事到如今又谈何容易呢 然而没用的男人 往往只会拿女人撒起 大为暴打了苹果一顿 这下苹果真给整蒙了 他转身就投进了老林的怀里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老林也对苹果多少有了些情分 便将他搂在怀里好好安抚 而此刻的大为已经疯了 他什么都不想要了 老婆也不要了 他就想拿回那个原属于自己的孩子 于是大为偷偷潜入老林家 将孩子偷走了 失去孩子的老林慌了神 此刻他谁都不信 只得打电话给自己的警察好友 让他将孩子给自己送回来 当然好友也是不负所托 在大为离开北京前将人捉了回来 因为入室抢孩子的事情 大为蹲了几天老子 而经历这事后 老林也不由的怀疑 孩子究竟是谁的了 于是他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的结果自然令他大失所望 他像个孩子似的眼着面打哭 而大为也再度找到老林 将那十万元一分不差地还给了老林 希望能像什么都没发生那般 拿回自己的孩子 可现在的老林 怎么舍得着倒嘴的孩子 我跟这个孩子有缘 你把钱拿回去 我一直就觉得我是 他是我的儿子 但他不是 你把钱拿回去吧 把孩子留给我 他是我的 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 我还可以加钱 你就给开个树 我看他是我儿子 我今天要把他带走 先前一个个惜钱如命 现在倒是又是金钱如粪土 为了孩子 随时都可以丢弃了 两个男人闹得不可开交 两个女人却意外地握手言和了 因为这个孩子 老林把这个家都给闹散了 红一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跟老林提出了离婚 临走前他牵住了苹果的手 这是两个同样悲惨的女人 第一次如此地心心相惜 这天苹果接到了一通电话 匆忙赶到警局的他 只看到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是小妹 苹果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只知道有些事情似乎一开始就错了 到了第二天 苹果将老林丢在洗菜池里的十万元 用袋子一点点装好 随后做了份早餐放在桌上 紧接着他抱起 仍在熟睡的孩子默默离开 没人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 北京还是一如既往的喧嚣 而这个故事只受无数故事里 毫不起眼的渺小存在 人都有欲望 就算是把心捂住也依旧藏不住 与其依附于他人 不如自由自在地飞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转 wear